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保守秘密这么难 保守秘密真的就像把很多砖头往身上放 好重好重好辛苦 也难怪大家砖头到了身上 没有人是想要背太久的 大家都赶紧的想要把这个砖头赶快给挪掉 怎么把这个砖头挪掉 那就是赶快说出去吧 其实说秘密对自己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今天身上背了一个背包 里面被人放了十块砖头 你背着这些砖头在吃饭走路工作睡觉 跟一个身上没有背砖的人比较起来 是多么的辛苦和沉重 而这样子一种沉重的感觉呢 也会压垮我们的身心健康 研究就发现那些一直坚守保持着他们心中很重大秘密的人 他们其中注意力是比较有困难的 更容易有攻击的行为 身体的耐力很差 压力的水平也比一般人高 也更容易出现沮丧 抑郁 还有孤单的感觉 而那些 透过一些引导 然后告诉他 你这个秘密可以不是秘密 你可以把它说出来的那些人呢 研究就发现 他们的健康情形 在他们说出秘密之后都变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保密是很有杀伤力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脑在打架 大脑一部分呢 是想要好好的把这个秘密给控制好 不可以说出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大脑希望我们可以健康 身上不要背这么重东西 所以其实他很想把这个砖头给丢掉 两边就在打架 那这样子的打架呢 就造成我们身心健康 会出现很多不良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